因为BP阶段没有拿到自己中意的英雄,连续重开多次又怕尽在浪费时间,为了月底冲个国服最强,直接转成名演。 最后这局也是理所当然的书了,单看赛后数据多少也能看出演员是有多么明目张胆了吧。 但是当时的我水平有限,顶天打到一个郊区钻石,而演员一直存活在我无法触及到的段位。 后来入坑了王者荣耀,慢慢的爬高了段位,也慢慢的接触到了所谓的演员,印象演员最早分布于一个大国服榜单,只是当时没多少人用来去牟利。 当时的英雄荣耀分的评选机制,存在很大的披露,他看的是对局场数及胜率,而不考虑对局质量。 因此,就有了许许多多的调分玩家,甚至组成调分车队,名利案里的操作,故意用几个英雄调分两三个大段,再用着自己常用的英雄打回去。 在当时,这类美国服最强称号有着一个鲜明的特色,就是点开英雄列表,总有几个胜率个位数,但依旧坚持使用的英雄。 这个方法用来加英雄荣耀,分车时是快捷有效,当时的我拼四拼火打了一周加了二十星上到荣耀王者,加的英雄分也就区区八百点。 而这类调分玩家,四混在王者一星边缘,一夜之间可以加上一两千点英雄分。 当时S、七赛季我雅典耐总场次七百加长百分之六十五胜率,单排到荣耀王者,而排在我前端的各个场次胜率均低于我,四会。 在王者低兴的玩家,后来官方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次整顿,才使得这类调分车队的现象减少。 但直至今日,这种行为在国服榜单上依旧可见,同样的雅典耐国服榜,一个个调开他们的英雄列表,依旧能找到几个胜率低的令人发指的英雄。 胜一家国服雅典娜,还打了一百七十七场百分之二点次胜率的零推不管怎么说,这类意图发分的演员,归根结底也就是私底下小规模的,做着演员耳目的三操作。 如果一定要做个比喻的话,我更觉得这类男嘉像是在前天打动的老鼠,偷偷默默不可见光,但还不至于坏了整片一天。 还记得当时S11在祭前后,孟导演明马标价顾演员之地主播寒冰,只为断他连胜吗? 那可以说是演员这个灰色航弹的最巅峰。 昌雪,你还无可奈何? 在当时巅峰赛榜首和各大荣耀榜首,几乎八九成由明教包揽,因为明教的不断壮大,更是引入了各路路人亡,甚至职业选手。 这个行为就像原来藏在田间下水道的老鼠,汇集在一起恒星楼与街道上,唱了一波令人恐慌的黑色浪潮,反播着鼠疫逼迫人们纷纷退让。 一时之间,明教飘了,从一个不知名组织迅速膨胀成了一个令人门风分胆的工会,开始吞并各区战队各业维分队,各类自媒体平台同步推送相关文章,同时扶植自己的主播,为工会做宣传。 旗下演员更是直接且明目张胆,赞! 当时的六十星排位赛,可以说是层出不穷。 三局排位碰量演员可以说是常态,输赢亦就是看着敌我哪边有老板,哪边有演员。 总之,那是个秩序混乱见到是非的版本,真正有实力的玩家,只能屈屈低位,而这些靠着带领演员这些分活上分联财的玩家,却名利双收。 他们嚣张跋扈,他们为自己能操纵比赛而感到自负,然后就是引来天美的一刀之财。 或许是迫于压力,天美中就是动了这一刀,将明教演员这个独流歌去。 但凡和明教挂钩的玩家,大面积的封号,也算是剪了这口恶气。 树岛胡尊散,为出事时各个所谓的榜一战队都挂上名头标榜着自己是明教分队,出事之后,立马换了个名头显得是不关己。 这也就是人心,墙头草和各个相仿,都是人类的本质。 在阴暗处,他们硬就横行,只是不再明目张胆。 而我在前头说的这个急性演出的玩家,只能说是年轻,非得标保着自己要演,岂不是给人留下了把柄。 真正的演员,往往是那种漠不作声的,是那种门声赚钱的。 比如后期团战偷偷卖个输出桩,上前开团打上一套看上去满满当当,骗得队友跟进打团,结果就因为这一手变卖输出桩,使得伤害不足,一波团面推上高地送掉一个星。 而演员在这时,默默地在马上那个输出桩,表现得是不欢意。 任由你去怎么思考怎么退休,也没办法在第一时。 坚想出,原来前面那么配合,各种带杯的队友,原来是那个时候找敌人讨钱的二名仔,但不得不多吐槽天美的举报机制。 像我昨天的对局,明明碰到这种演员,明明白白的,把所有截图拍在脸上,最后却是我扣了八分,举报原因是因为我松人头,但是说实在话,一个辅助在这种对局中能怎么办呢? 他就是要演你,你先手控到了,他在背后看戏,在背后给对面打气。 缝控系统是死的,他不看玩家的整局操作细节,他只知道最后冰冷的KDA。 所以,别看乖帮做得多实在,三五天就公布一批封信名单,或因为违规或因为大恋或因为演员,你封信就是好几个月,显得惩罚力度极高。 但是有什么用呢?这些演员依旧有的是办法去规避。 比如那些只为双分的个体演员,他们只要演技过关,保住KDA,谁也照顾出来。 而那些利用演员来蒙力的组织,也就用上了前面说的账号托管,用的不是他们的号,他们怕什么呢? 在游戏内怎么顺藤摸瓜的查,也查不出一个结果。 所以演员这个问题,更多的还是看玩家自己,能不能找出这个演员,也没有举报这个演员。 就像你无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危险的人,你永远不知道他手中的刀子是要切水果,还是用来制造动乱。 而只有在人群中对上他那闪着雄光的眼眸时,你才明白,这人很危险。 本来正,一段内容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写,但是后来想想,如果一个信息永远停留在部分人手中,那得不到信息的人,就会处于被动。 我依旧相信,明是理智分寸的人,就算知道了不开的手段,他也不屑一顾。 而假如有心想利用这些手段牟利的人,就算藏着掖着,他也有的是门道去将它挖出来。 王者荣耀的匹配机制,说到底就是一个概率问题。 越是高分段,可匹配到的玩家就越少。 玩家技术越少,就越容易将演员安插在敌方阵营。 我想大家多少都有碰到过那些在匹配玩家后的见面中,有几个玩家实时不愿意点下确认的情况吧。 这个状况就很有可能是金主和演员在街头,是否成功匹配。 而他们的依据,就是彼此的见面中点击确认的玩家数目。 或者就是直接进入BP阶段,通过BP的选择来进行核对是不是对接无误。 没问题就继续,有问题就让演员顶号重开,拿另一部手机登入游戏账号。 而S14再计多了一个重开功能,或许也会成为演员的日常操作之一。 一间核对,这人无误。 那很不幸,你就这么给卷进了这场交易之中,书银已经不由你来定夺,胜负越和你目不努力无关了。 印象力巅峰赛性而如今这个机制已经给优化了,我玩巅峰赛打得少,记不太清了。 然后就是善演替出那间跳伞的戏码。 当然,这个两人交易的操作,大多数都,是放在高分段中,为了争夺防守的位置,而在被地域进行的争斗。 因为这个分段的玩家技术少,好操作,放在钻石心有那种玩家技术大的分段中,就犹如大海劳针一般希望渺茫。 所以说,一个金主想要将自己的账号打上榜首真的难吗? 不难,也就是前到不到位的问题。 前面安排大列车队,一路导送直接上分的荣耀。 后面上分困难,开始组建并联系群众演员。 至于金主是谁,也都是那些像挂这个榜首名头的主播罢了。 一人交钱,一人交心,无辜的是那些莫名其妙,遭到波及的玩家。 戴略,演员,在我看来,就像是逃场枪手。 收钱做事,将某些资质欠缺的人,硬生生的推上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层次,而无辜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给挤到落榜的人。 而他们的价值观,在我看来是扭曲的。 为了一点私利,去谋害他人利益,这种价值观是好是坏,大家心中自有定夺,我也不强加于大家。 但不管怎样,从王者荣耀的大环境来说,这样的买卖越多,对外分层的意义,就越像是一个笑话。 而那剧《公平竞技》,就像是一个耳光,致富一日的拍在策划脸上。 一个金字塔的顶端,混入了非法移民,遭殃的是整个环境。 就像我文章前头说的那个演员,他用这些操作,成功拿上了国服最强名号,又能怎样呢? 一个是双排演员不择手段上翻到六十二星,一个是规规矩矩矩用。 硬实力单排上翻到九十星,谁强谁弱一目了然。 上不得财面的,终究就是扶不上财面,就算你铺上几层粉底,把自己修饰得再妖娆。